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应如何处理 如果有朋友公开反对基督教信仰 我们应该与他公开争辩还是保持沉默 下面有请黄克文牧师 黄牧师您知道很多基督徒不仅在教会服侍 他还要生活还在职场上去打拼 但是他们在职场上也常常遇到很多问题 比如说一些不公正的待遇 一些歧视 心里也很多委屈 那么面对这种歧视和不公正的待遇 一个基督徒应该怎么做呢 我们讲到工作上的歧视 工作上的歧视 我在美国工作了快三四十年的时间 那主要是就是性别的歧视 年龄的歧视 还有种族的歧视 那最近呢爆发了就是有关于这个 sexual harassment 就是性骚扰方面的歧视 所以在这个工作场合呢 这些歧视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 那当然就是圣经里面没有直接讲到 这个discrimination这个事件 可是他讲到就是我们基本上 不管是人与人的相处 人与雇主之间的相处 是一个准则 这个准则呢 就是吃了亏呢 我们就像这个被打不还手 被骂不还口 那这个呢也不是就是说 我们处理这个歧视的一个教导 那我们在这个一个职场呢 也是应该尽力 彰显这个神的这个公义跟公平 那圣经里面讲到很多神的公义跟公平 所以在这个工作职场上的歧视的处理呢 就需要非常留意 那圣经里面讲到就是说 我们主人跟仆人之间的关系 那当然就是雇工跟雇主的关系吧 因为我们这个在工作场合 我们一个人的升迁呢 都是由你的上级来决定 实际上就是你的老板来决定 对吧 如果他呢 在这个整个公司的风气里面呢 是有一种这个歧视的这个行为的话呢 实际上呢 就是说你跟他之间呢 就会有一种 有一种这个tension在这个地方 有一种紧张的地方 那圣经怎么教导呢 实际上是很奇特的 跟我们一般的这个思想逻辑是不一样的 他这边教导就是说 我们在工作里 如果说我们是在下面的人 就是等于是我们的仆人 凡事呢 都要什么敬畏 而且顺从你肉身的主人 不但是对那些善良温和的 就是对那些乖僻的这个主人呢 也要顺服 因为呢 人为了叫良心能够得得住 就忍受这个冤屈的苦楚 那这件事情呢 是可以值得喜爱的 他也讲到就是 如果我们犯罪而受责打 我们能够忍耐 这是我们什么理所当然的 没有什么可怕的 但是呢 我们因为行善 OK 而且受歧视 在这种受苦的话呢 这样我们能忍耐呢 是可以喜爱的 因为我们一个基督徒蒙召呢 原因也就是为行善而受苦 特别讲到就是说 耶稣基督 他来到世界上呢 也是受苦 做了我们一个基督徒的榜样 所以我们呢 也应该跟随他的讲宗行 跟随他的讲宗行 对吧 所以呢 在这件事情上 我觉得就是说 当我们一个基督徒受歧视之后呢 我们不必去抗衡 或是寻找这个法律的途径呢 去这个解决 或是告我们的雇主 那当然就是 我们可以这个 把我们不满意的这个意见呢 对一种歧视方面的行为 能够这个表达出来 那其实今天在美国来讲的话 就是说 美国所有这种大的公司呢 都已经立定了这个条例呢 是不允许这个性别 年龄 还有种族的歧视 更不允许这个性骚扰 所以都有这个法令跟规章呢 来这个就是说保护 这个我们在工作这些人 但是 虽然法令跟规章是这个样子 那实际上呢 做呢 未必做得完全的公平 所以还有待时间 让这件事情能够慢慢的去解决 黄牧师刚才啊 您已经谈到了这个雇主 雇员 雇工之间的关系 其实在生活中呢 特别在职场上 有一部分基督徒 跟人家打工 是雇员 但是也有一部分基督徒啊 他算是雇主 他也开公司 也招聘员工 那么一个基督徒如何看待 老板与伙计 雇主与雇工之间的关系呢 讲到这个雇主跟雇工的关系啊 我们刚才稍微讲到 是有关于这个歧视方面的 那实际上就是说 in general呢 圣经对这方面的教导呢 是非常杂实的啊 他这边讲到就是 当然就是用和合本的圣经 是用主人跟仆人啊 那今天呢 实际上就是老板跟伙计 或是雇工跟雇主之间的关系啊 所以他讲就是说 我们今天在下面做仆人的啊 在工作的场合要惧怕战兢 我们是就是说战战兢兢的 而不是随便散漫的做工作 我们用诚实的心来听从我们肉身的主人 好像听从基督一样 我们知道就是说所有的信徒呢 都是要对基督有一个顺服的心 所以不能只能够 不是在眼前的侍奉 像是讨人的喜欢 要像这个做一个基督的仆人啊 从心里去遵行神的旨意 甘心的侍奉就好像侍奉主一样 不是侍奉人 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 我们每个人所行的这个善事呢 不论是你是受雇的 就是说为奴的 或是自主的 或是你自己是老板的 都必须所按每个人的行为呢 得主的赏赐 做一个主人 他带仆人呢也是一样 不要就是因为你是在上的 就是威吓他们 威吓他们 要知道就是说 我们为做主人的做仆人呢 同在天上呢 对于一位主 他不会偏带人 所以这个圣经对于这个雇主 雇工的关系呢 实际上是不是一个眼前 一个短暂的关系 他这个眼光呢 是摆得非常长远 黄牧师 基督徒也是正常的人嘛 人难免有七行六欲 有情绪 遇到一些不开心的事 基督徒能不能发脾气呢 或者说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他可以发脾气呢 我们人呢 是一个肉体 对吧 我们这个肉体呢 虽然作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接受基督之后 我们有了信心 我们的这个灵跟魂是得俗的 我们身体会慢慢的败坏 肉体终归是肉体 所以在很多情况下呢 特别是在我们被激怒的时候呢 我们常常会生气 不管你是信徒 不是信徒也好 那讲到这个生气跟愤怒 在英文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的字 那这个生气呢 英文叫做anger 就是这个angry的意思 这个就是生气 那这个愤怒呢 叫做wrath 这个wrath呢 就是勃然大怒的意思 所以我们一个人呢 不管是生小气或是生大气呢 也都是非常自然的事情 非常自然的反应 那圣经上的教导是这样 就是说我们要必须要节制 要克制我们的肉体 特别我们的这个情绪上呢 有这种冲动的时候呢 会做某种自然的反应呢 那这些都需要克制 可是问题就是说 我们知道这个克制是不容易的 是不容易的 所以圣经就这么样的教导 就是说我们一个基督徒 你可以生气 但是呢 你生气呢 却不能犯罪 也不能够这个寒怒到日落 不可以给魔鬼留地步 那这几节圣经的教导呢 让我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 生气不要犯罪 就是说我们就说情绪上 开始被激怒起来的时候呢 我们不要就是要责骂啦 或是这个恶意的批评啦 或是这个动手伤人啦 那一旦你做了这些呢 你就掉到罪的里面了 所以生气可以 可是不要犯罪 另外就是说这个生气的时间呢 不要超过日落 他没有跟你讲 就是你立刻能够这个回转过来 因为人都是不容易的吧 你生气跟愤怒之后呢 要一点时间 那圣经所教导就是说 到了晚上日落之前呢 你这个怒气要消 或是要经过这个节制跟忍耐呢 把它化解掉 那如果你不这样做呢 实际上你就是给这个魔鬼留地步 就是说当我们的心不被这个神的灵所掌管的时候呢 就是给这个恶者的灵所掌管 对吧 那我们如果说这个持续的愤怒呢 到最后呢 很容易做出这个损人跟损己的事情 做了这些事情呢 我们常常会后悔的 所以呢 就是说在这个圣经里面教导 也告诉我们 他了解到我们人在肉体当中 是会生气的 是会勃然大怒的 但是呢 靠着圣灵的引导呢 要节制跟忍耐 就是不要寒怒到日落 不要给魔鬼留地步 黄牧师您知道啊 基督徒生活在这个社会之中 而社会中能呢 又很复杂 比如说有的人是无神论者 也有的是其他宗教信仰者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往往有些非基督徒 可能会去嘲笑 或者说去争辩 说你们基督徒 这个信仰有问题 或怎么样 就会发生一些冲突 那么在这一种公开的场合 基督徒是应该公开的辩论 还是应该保持沉默呢 今天这个社会 实际上一个非常多元化的社会 甚至就是说 美国的立法呢 也不禁止有其他的宗教 那虽然就是在世界上其他国家呢 举例来讲像回教的国家呢 它甚至就开始破坏基督教 迫害基督教 所以呢 在我们今天这个环境里面呢 我们必须要接纳 许多不同的信仰 那这个问题就来了 就是说当人有不同信仰的时候呢 常常会起这个争辩 我个人知道就是说 对于这种信仰的事情呢 争辩通常是不会有任何果效的 反而会造成这个更大的裂痕 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呢 我们必须要了解 而且应该有这个基督 这个慈悲而怜悯的心 因为就是说 一个人信或是不信呢 要看就是说这个圣灵的工作 同时也看就是我们福音传到这个人 那这个人呢 他对这个福音呢 是不是有开始去思考 有没有经过神的灵 去带领他去接受这个福音 所以呢 那如果说我们对我们的朋友的灵魂有负担 就在永恒里面呢 希望他们不要落在这个永远的审判里面呢 我们就应该这个默默为他们祷告 就是说神是听祷告的神 所以他呢 在他的时候呢 会把这个他的人呢 带到他的国度里面 所以在圣经的教导就说 我们辩论呢 是要尽量的避免 特别对这种这个宗教之间的这个真词 没有学问的这个辩论呢 要弃绝 因为这种事情呢 很容易起增进 所谓的增进的意思就是说 当两个人的信仰 是讲到信仰的问题呢 辩论到的结果呢 就好像是变就是增进了嘛 就是在这边比的意思 所以作为一个这个神的儿女呢 不可以增进 要非常的这个温和 来对待众人 在这个适当的时候呢 我们就是把神的这个真理呢 把它带出来 我们呢也应该用这个温柔的心 去劝诫那些抵挡的人 不要因为辩论赢 而把它赢过来 因为很少 我看到是经过辩论 把人带到神面前的 我们祈求 就是在我们祷告中呢 我们希望就是说 我们所关心的人 或是我们的朋友 他们能够有一颗悔改的心 也可以明白这个神的真道 因为在这种的光景之下呢 他们不明白神 而落在这个世界里面呢 因为世界目前是被这个魔鬼所掌管 那圣经里面讲到 就是说 这些人是被魔鬼所任意所掳去的 当我们把他带到神的面前 希望他们能够醒过来 脱离这个魔鬼的这个网络 那我们在这世界上的征战呢 我们虽然是活在肉体里面 可是我们征战呢 不是靠着肉体的征战 而是在我们神的面前呢 有能力 可以攻破这个人 这个心里面的这个引磊 所谓这个引磊呢 就是说人的思虑 人的计谋 都是什么 对神有 就是说 有台次跟拒绝的 一个天然的倾向 所以呢 只有经过神的灵 还有根据我们这个温柔 还有柔和的爱心呢 能够求神怜悯 把他们带到神的国度里面 观众朋友们 在本期节目中 黄克文牧师告诉我们 在职场中 如基督徒受到歧视 我们应该保持冷静 也应该彰显神的公义 今天的社会 朋友中 有不同信仰式常识 公开争辩 通常不会有果效 反而会造成更大的裂痕 基督徒应该有 基督怜悯 慈悲的心 因为神的灵 还没有光照到这些人 好 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也感谢黄克文牧师 感谢观众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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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